感念马街来台湾宣教150周年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淡水教会 昨天举办了马街上路淡水宣教150周年 继感恩礼拜的活动 市长侯友宜也到场跟该教会的总会议长 徐信德牧师以及教我们共同诵读圣经 然后呢做这个感恩礼拜的活动 共同见证马街爱台湾的精神 同时感谢马街在台湾医疗 以及教育上面的努力跟付出 为了感念马街来台宣教150周年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淡水教会 昨天举办马街上路淡水宣教150周年 活动继感恩礼拜 而市长侯友宜也到场 与该教会总会长议长牧师以及教友们 进行圣经感恩礼拜 共同见证马街爱台湾的精神 同时感谢马街在台湾医疗 及教育上的努力与付出 靠着马街博士说了一句 五句话 宁愿烧尽 不愿免汞坏 让用自己的生命篮烷烧 爱跟福的精神 照亮这块土地 我们希望秉持这样的精神 让新北市 未来会更好 让台湾越来越好 作为一个最 cools 的期望 许长 �尤宜表示 马街自1872年 抵达淡水 将近30年间宣扬基督教义 并且投入社会公益事业 医疗上创建台湾北部第一所西医院 护卫街医馆为民众治疗疾病 而教导民众卫生知识 在教育上创办了牛津学堂 台湾第一所淡水女学堂等贡献 长期致力于爱与服务的理念 让民众有医疗的救助及受教的机会 而马街医生无私为公益 慈善尽心尽力 成就无限的社会价值延续至今 有不断的冲突也对立 其实我们这个土地人 都是非常的鲜勇 诚真 团结 我们来普通这个情形 用感恩的心情来看待对话 我们也当所牵手 惜手合作 共同面对很多的挑战 所以台湾最重要的是团结 奉献牺牲和付出 不需要太多的冲突 我们需要的真的是我们爱台湾这块土地 让大家愿意放下惜手合作 在感恩礼拜之前 特别由淡江大学历史系的学生穿着古装 变身成为马街来台当时淡水的重要人物 并且演出一场有趣且述说着马街登陆淡水的故事 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表示 特别于今年规划了一整年的系列活动 除了马街纪念邮票 感恩礼拜以及其他相关活动 还有例如绘本 马街故事艺术墙 助导活动 线上剑走等等 也欢迎民众一同前来共襄盛举 记者许多安音 在学历访报道